我只是想補充三點而已 第一個就是 深圳衛生防疫中心已經確診了207個個案 而其中有三個已經是被確認 是有社區傳播的一個現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如果深圳市已經出現 這個是社區傳播 換言之 疫情那個擴散 是可以來得很急和很快 因此 現在政府封證那幾個關 它就用的託詞就是說 還有很多香港人要往還兩地 所以還要留一些安排 作一個平衡 但是 正正就是 現在來往兩地的香港人 還有在內地利用我們有限的關口 就是香港的內地人 就成為這個疫情的可能潛在的傳播者 我覺得這個是特區政府必須要嚴肅去考慮處理的事情 全面封關 是能夠令到 這個疫情 是透過阻止人流的交往 是去避免了它的擴散 所以這也是 所謂醫護人員 是透過它自己的自身的罷工工業的行動 是希望特區政府要明白到這個道理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將會成為疫情的中轉站 正如剛才莫乃光說 將來的香港 可能很快就要面對其他的國家 都對香港 是提出封港的安排 我覺得這個 才是影響打擊更大的結果 所以林鄭這一種含血噴人 是將這個醫護人員的工業行動 去促請 去逼政府 是應該要全面封關的做法 去講成 亦都是想令到 好像是和整個社會 又產生另一波的對立和撕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卑鄙無恥的 第二個我想牽涉到就是 在各個社區找這個 我們叫做檢疫中心和隔離中心的時間 其實區議會、區議員、當區的居民 是完全不得惜過鐘的安排 然後突然之間收到訊息 就說某個地點 是要作為一個隔離的中心 一個檢疫的中心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聽到這個訊息 無論是政見都會很清楚 讓林鄭說不 這個 不是什麽 不要把東西放在自己身邊的問題 是政府資訊不透明之下 引起的社會恐慌 帶給市民的憂慮 所以 她今天在會上面的說法 說要呼籲區議會、區議員 不要阻礙這個設置 所謂的檢疫中心、隔離中心的說法 其實又是一次 將自己沒有做好工作 而是卸責 將責任推了下去 給這個區議會、區議員 推下去給這個 是反對 是無情拉耕 將這個隔離中心 來到這個社區的市民大眾 最後我想說 特區是否沒有辦法 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隔離中心 我答案是 她有一個很清楚的迪士尼樂園 已經是不開門做生意 迪士尼樂園本身有兩棟 三棟的酒店 可以是完全徵用了去隔離中心 可以利用迪士尼已經有的設施 再加上在迪士尼樂園旁邊 第二期的用地有60公頃 是完全可以應付到 是要作無論幾大規模的一個檢疫 隔離的安排 她不做 然後就推估去到各個社區那裏 找在人煙囂密的社區旁邊 設立這個檢疫中心、隔離中心 這個根本就是想與民為敵 是挑起矛盾的做法 到最後 我很希望林鄭政府明白到 她今天所做的事情 為何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是因為她不得民心 香港人不信任特區政府 所以她只能夠是要以身作則 不要再將責任推給香港人 不要將責任推給醫護人士不盡責 是她自己含血憑人 是她自己 將香港人置於險地 所以我再次呼籲 香港人一定要團結一致 也都是要將矛盾指向林鄭政府 要求她要全面封關 善用迪士尼樂園和旁邊 60公頃的空地 去作為我們的檢疫和隔離中心 謝謝 消防备 對 淩苦 責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